大家好,我是乖秀长 今天是2021年10月29日 那么咱们做一下复盘 今天呢,收周开 同时呢,也收月开 好,那么呢 首先表达一下自己的核心观点 下周不悲观 11月不乐观 数量反报正几天 好,咱们先从月、周、日、分钟 多维度去观测 那么首先呢,像上证指数 从月开线的一个视角表达来讲 其实长周期来讲,它属于争当的一个范畴之内 但是呢,简单的做一个花线 只能做个花线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因为当前的话呢 上方从3731点留下长上影之后 一致上工 这个位置呢,它并没有约过去 没有约过去呢,二次出现这样的一个长上影 长上影过,从月开的表达来讲 那么在整个10月份 因为考虑到有一周的假期 那么少了一周 但是呢,它的量能和前面相比较来讲 量能缩的也是非常明显 将近缩了一半 量能缩了一半 如果做到那么当前 就是呢,任何的 从开线角度来讲 它最终一定要么向上 进攻 要么是向下 选的方向 震荡 红盘 它只是暂时的 那么向下的话呢 那么从月开的一个视角来讲 下方能够看得见的直升 是什么位置呢 不是3500 是什么3400点的附近 再往下的话呢 是3200点 就是前面这个位置 好 那么也就是说呢 接下来 如果从用月开的一个表达来讲 它可能不是说一个月 或者一根开线能够 实现的 就是最终 如果说 没有更多的力量 支撑它向上 攻克前高 那么呢 那么它大概的就会选择向下 向下的话呢 先考验3400点这个位置的支撑接连 这是从月开的一个表达来看 反之 如果说量能有启动 然后呢 主攻板块 主流热点有启色 你才可能 才可以向上期待 如果说呢 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么呢 它实际上3400到3730 把这当成一个增长区间嘛 如果3400点收得住 那么这个位置是个大的增长区间 那么3400点 大概的会有一个 呃 支撑依托的一个作用在 如果说3400点 最终收不住 那么呢 下方 3200 在那讲到这个地方 可能有朋友会 呃 心里面会 呃 不不是滋味 现在3540到3400点 也不过是100 140几个点而已 好 这是从月直的 从月开的话呢 是能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能够告诉我们是3731 前面一个上银线 上个月 呃 一个上银线 然后本月份的话呢 量能缩减 量能缩减的代表是市场人气在 下降 所以说呢 有一定的 有一周的假期的因素在 但是呢 它的一个量能缩点 也是非常明显的 缩的明显的 缩的明显过之后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 节点 它属于这个三千二 三千四到三千 前高 这个区间之内是有增大 当下在半三一的位置 好 那么我们再看周开线的表达 那么从周开线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表达是属于吗 是属于连续收心 重心下移 其实对于周开的话呢 咱们在上周的一个表达 上周的一个表达 从周开的维度来去观测的话呢 用强弱的一个视角来去看 我们来看 好 这个位置 一根阳线 自从这一根阳线 这根阳线过之后呢 我们来把它做一个 重要的位置的标注 意思说呢 这根阳线 后面的话呢 空头反包 反包过之后的话呢 从周开的一个视角来讲 会发现 好 它的重心是逐渐下移的 重心逐渐下移的话 在本周之前 咱们讲的话呢 它是周开来讲 它表达并没有方向 但是的话呢 它是属于空头占优 这个空头占优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属于阴线 把阳线给次里反包掉 反包掉过之后呢 其实连续 本周的话呢 是给了新低的 就是连续 像一周 两周 三周 是在这的一个阴线的范围之内 进行折腾 进行这样的一个增长整理 那么今天呢 这本周 它是属于给新低 给新低的话呢 属于距离增大 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但是在重心下移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是属于空头占优 依旧如此 好 这是从周开线的表达 而且周开线呢 值得一提的是 MICD 周开的维度来讲 刚刚时差 周开线时差 日开线时差 这是属于空头公正 所以不得不防 那么呢 这是一个周开线的一个视角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好 那么这个节点的话呢 对应的 当前从周开线的维度来讲 其实在三千五百点 整数关口的话呢 咱们在 昨天晚上 包括呢 今天盘前 讲到了 三千五百点附近呢 它会有一个小的 之身 或者小的一个增长 级点 会迎接一个分钟级别的反弹 咱们稍微再继续讲 好 这是周开线的表达 就属于 它的属于重心下移 连续收心 并无方向 最终的话呢 还是要选择方向的 这个选择方向的话呢 最终 要望是 就能像前面这样的 或者是白脸长阳 或者是白脸长阴 上这一周的话呢 它堆了就是从三千七干到三千五十一 两百点的下跌 那么这个基点呢 就属于 这个基点呢 它在哪一 就可能下周而言 它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啊 就是下周的几点的话呢 完全有可能在本周的这个区间之内 走真当整理的一个做法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呢 最终它是要选择方向的 这个方向的话呢 一旦选择 那么呢 防范的是 类似于历史充严 这样的一个剧情 就出现这种急跌的一个走法 好 这是从周肯定的表达 但是如果说同样的 如果说这个位置 震荡过之后 想要相当选择方向 同样观察 一个是资金 第二个什么呢 主攻板块 主攻方向 第三点的话呢 有没有 核心的热脸能够走出来 有 你不去 没有必要呢 去悲观 没有的话呢 就不要去赌 不要去扛 不要想着去 忙于悲命似的 去追涨啥 爹 好 这是周肯定的一个表达 就是下周的话呢 个人更认为 它是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走法 但是震荡过周的话呢 可能在本周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但是呢 震荡过之后 防范的是再度向下 出现那种急速性的调整 好 那么我们再看4K线 4K线的话呢 今天是一个反暴 但是反暴的话呢 量能是缩减的 量能缩减的话呢 像这样的一个反暴 咱们在今天早上盘前 包括昨天晚 昨天也有讲到 9点 10月29日 9点12分 3500点附近一头震荡 然后呢 一分钟级别反弹 随时开启 空间持续性 不过于期待 如此而已 好 为什么呢 咱们来去西看 就是从4K线的话呢 今天是给出一个一分钟级别的反弹 也是一个反暴的一个走法 但是呢 量能缩减的 量能缩减过之后呢 后面对于 商人说日开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那么我们 暂且可以把3723 作为一个观察点 好 做个观察点过之后的话呢 例如说咱们在这一天呢 是9月10号 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在9月10号的时候呢 咱们第一次破武军的时候 咱们非常明确的提醒 这个基点呢 是要降低增进仓位的 降低增进仓位 我做到后面 基本上的一个关于大方向上面来讲 是核心的策略是属于 是属于起站起退 好 起站起退 我做到那么 以它作为一个推演视角 或者作为一个观察点来去看 从4K的表达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 日线的一笔下 日线的一笔上 那么当前这个基点 有朋友可能会想来 这个位置会不会出现 向下没有一笔 开启直接反弹 给拖步前面高点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甚小 你真的从残论 从残论的一个维度来讲 不是二次的角度来讲 任何可能性都不排除 做出完全类的推演和分类 但是个人呢 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要小一些 那么它的剧情呢 在这个位置更多的是一种 可能偏向于 震荡整理的一种姿态 这个震荡整理的话呢 是组件五分钟书 五分钟书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震荡整理 完成过之后后面呢 3500点大概的 可能还是要破的 破了之后的话呢 它这个位置呢 还是属于日线一笔下的一个完成 那么我们来看 上一个一笔下怎么完成呢 上个一笔下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折返的动作呀 折返一次 震荡折返两次 再回落 好 那么这个基点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过程来讲的话 可能下周而言 可能至少呢 有三到两三天 三十天可能是呈现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 这个震荡整理的话呢 是属于 组件分钟级别的中书 或者是五分钟级别中书的一个视角 来去判断 而后的话呢 再度往下 再度往下的话呢 那么这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笔下的完成 一笔下完成过之后的话呢 到时候再去做对比 对比什么呢 对比这两段之间有无被辞 以及呢 新的线下离开段和前面它有没有被辞 如果说呢 它没有被辞 那么呢 完成过之后 例如说呢 下打比方 咱们只是做出这样哪个假设 或者是这种推演 下周 以震荡为主 那么震荡完之后的话呢 那么可能下周的时间 它肯定就会面临这样哪个 急速性的一个调整 或者方向选择性的一个调整 再往下 如果往下选择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 好 这是一笔下完成 完成过之后的话呢 先观察视角呢 一 它与它有被辞 它和它有没有被辞 如果有被辞的话呢 那么可以期待一笔下完成出现强底分之后 可以期待一个一笔上 好 但是这个一笔上的话呢 这又组建一个新的日线比中枢 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中枢 而后的话呢 再走向下离开斗 就说呢 可能从整体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也就是说对于整个11月份 并不乐观 下周的话呢 可能震完之后可能会调 调完之后呢 即便如果这是一个有被子的情况下 如果说最弱的 更弱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更弱的情况是属于 好 在这样的一个接连 它是一个下跌 然后震荡 后面下跌的话呢 和它没有被辞 没有被辞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可以组建一个什么呢 例如说这是一个五分钟输 它可以组建第二个五分钟输 第二个五分钟输 逐建过之后呢 再往下走一个五 走一个五分钟去之下 就是一笔走得比较急 就那跌得比较深一点 跌得比较深一点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再向上反弹 那么可能3500点就是一个重压力了 那到时候再去 看它折返3500点前面 这个位置接不接触 就是日线 这样的一个线段下跌走法 如果接触的话呢 那么就属于中枢组建 好 这是观察的一个视角 可能讲到此处啊 就是大家能够听出来 修缠的话呢 整体对于整个11月份 甚至说呢 在11月份一直到12月份的 上旬或者是中旬 可能对于大环境来讲呢 并不保持 主观上面来讲是 偏向于谨慎 偏向于不乐观的 这是一个视角 好 那么如果说用禅师的 完全分类的思想来去看待 那么呢 我们再用分钟级别去看了 例如说 用5分钟 用5分钟的话呢 那么当前那个表达 其实这个位置 它只是5分钟 角度来讲 只是一个反弹还算凌厉 那么前面的是一个5分钟的 下跌 下跌 现在下跌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节点的话呢 下周 为什么说下周 从直数来讲 不见得会反弹有多高啊 从对于指数来讲 不见得能够反弹多高 但是呢 并不悲观的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于 从3,502点位以来 这个位置反弹 它是没有结构的 这个位置没有结构的话呢 也就是说 它接下来的呢 做法呢 更多的可以期待 一个 在3,500点 或3,500点上方 有一个5分钟中枢组件的过程 这个5分钟中枢组件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那么先观察的是 高地点半分位 也是 在半分位附近的一个节点 就是呢 在这个半分位 要么在这半分位下方 要么在这半分位附近 略上方 勾住一个平台 勾住一个平台 跟这样的一个5分钟结构 好 勾住这样的平台完成过程 可能就需要 30天的时间了 而后的话呢 就下周可能就完成 这样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 下周初 甚至不拍出呢 在震荡往上冲一下 或者是 在这个节点的震一下 震过程的回落 回落过程的再进行 反复有这样的一个 震荡整理的一个小的平台 这个平台形成过 做的话呢 后面大概率 再往下走向下离开段 那么多数呢 届时在观察这个离开段 和前面这个进入段 它的有无被辞 它的饱满程度 如果说它和它没有被辞 那么呢 防范的是5分钟的盘整下跌 转化为趋势下跌 如果有被辞 内部结构有饱满 那么呢 回落下来之后 日线一笔下出现强底分 那么呢 新的底分出现过之后 它可能会有一个 再来一周左右 或者是半个月左右 这样的一个小的反弹周期 就那它内部有被辞 它有被辞 这个位置呢 和前面 咱们把图形缩小一点 什么就是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乐观 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悲观 这是走势结构 是一目了然的 好 什么意思呢 从3723点的位置以来 好 那么这是五分钟的一个图形 当前呢 是在这样的节点 就那这个位置呢 可以组建一个五分钟注书 五分钟注书组建过程 再往下看 好 再往下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的一个 跟踪视角是什么呢 好 这个位置呢 是日线的一笔上 大方向 也是呢 30分钟线段上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日线的一笔下 30分钟的 大的线段下 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对应了观察的一个纬度 是什么呢 如果说什么情况下 走完之后可以乐观 这个结构 就是五分钟盘整下跌 结构 如果说走出来的话呢 他与他 就是这个内部有被持 他与他有被持 就是这一段和这一段有被持 并且 他们之间 有被持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节奏下呢 是可以期待一个 最起码的期待一个五分钟的 五分钟一笔上 或者是三 或者是 或者日线一笔上五分钟的 在哪个大的线段上 或者五分钟的一个判断上的 一个走法 这是一个 这是一段 可期待的 剧情 那么因为这 我们参照这一段 这一段上 他反弹的空间不大 但是呢 他是反弹了 八九天了 也相当于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月 接近一周多 接近两周了 接近半个月了 就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他与他有被持 他与他有被持 那么可以期待 这是刚才讲的期待 一周多 接近半个月左右的 他反弹 反弹过周的话呢 逐渐 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再往下 调 调的话呢 可能 他的级别要和前面这个位置 做对比了 如此而已 好 但是讲到这个地方呢 可能有的 虎有的话呢 可能内心期待反弹呢 或者是对反弹抱有极大期望呢 可能不是特别的能够接受 因为呢 走势是走出来的 修差说的不算 任何人说的不算 市场是市场走出来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的 咱们只是做出各类推演 那如果说想要改变这种状态 后面需要什么样呢 最起码 接下来的一个 嗯 节奏点 他能够什么呢 如果说有量有价的 向上能够带量上行 上行过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位置 最起码呢 他能够 稳稳的 先把上方的 什么位置呢 上方的列出3580的几点 好 因为他的结构呢 是可以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嘛 一分钟中枢的呃 延伸五分钟枢 然后呢 这个一口气跌穿 跌穿过之后呢 如果说只要说反弹 连3582这个位置 3582的位置都不接触的话呢 它是属于2300卖点重合嘛 他要走强 打破这种结局的话呢 最起码力度更强一点 向上直接进入这样的中枢内部 进入这个中枢内部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回撤不破 高低点的半分位 在高低点半分位的话呢 就形成反向的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 可以期待这样以小短大的方式 可以这样去这样去跟跟了 当出现这种剧情 你可以呢 乐观 可以呢 高看一线 可以呢 积极参与 如果说只要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位置呢 反弹力度比较强 直接进入3582的上方 而且的话呢 上方之后呢 回撤了 他每一次 就是每一次回撤了 他补破高低点的半分位 在这半分位的上方 勾住一个平台 然后呢 再往上 再往上的话呢 再看他有他用不备持 如果说没有备持的话呢 期待甚至前高 如果有备持的话呢 那么这个结构走完 要防范反向运动 就说最起码这样的一个结构 内部他是可反弹 就短线反弹可延续 如果没有足夺这种节奏的话呢 还是谨慎一点 仓位管理不要松懈 然后呢 资金管理层面 然后呢 节奏层面 一定要更加严谨 更加严格 所以说呢 在 今天咱们在盘前 包括呢 昨天讲到3500点这个位置呢 大概的是有一个支撑基点 支撑基点过之后的话呢 今天如期给出的是 一个一分钟级别的这样的反弹 反弹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我们来看啊 其实今天 个股表现还是比较的踊跃的 这个踊跃的话呢 前面这样的调整 前面这样的一个调整 其实也是人心市场 只不过呢 这样的一个反弹呢 个人认为 更多的可能 接下来 下周倾向于 增大 过着5分钟的中枢 那么呢 只要增大 那么可能不存 可能会存在一些个股的机会 或者是轮动的一些机会点 但是持续性如何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向着更强的方式去发展 那么整体来讲 仓位控制 依然要不到松懈 好 这是对于未来的一个视角 但是如果说 用刚才讲的 用两个维度 一个是偏主观的 一个是客观的 这样的一个推演 他什么情况 咱们都要 都要能够 想到 而且呢 有应对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好 这是商政指数 好 那么大周期的讲的话呢 其实当前的一个节点 个人的一个倾向 就是这个位置 下周正认证 正认证之后的话呢 后面的一个观察纪念 看他会不会组建 这样哪个维度 最后中的话呢 可能在3400点 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考验 3500点的话呢 可能停顿几天 好 如果说向上 不能以这种更强的方式表达的话呢 可能最终 还是会 考验下方 这样的一个 就是呢 在这根趋势线啊 就是在3400点 附近这根趋势线 低点 低点相连 它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线 这个位置不能破 只要不破 然后结构饱满了 后面的话呢 是可以期待一个二次冲高 这个冲高的话呢 要么突破前面高点 要么不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也是以日夜线段的一个方式去开展的 就是这一波可能还会有个机会点 如果破了这个位置 就是3400点这个几点 中期的趋势线都破了 破了过周干嘛呢 后面它可能会直接影响整个2022年的一个环境了 这个环境是什么 大的趋势线破位 那么它的一个走法呢 可能会进入更长周期的一个弱势走法 但是它也不是说暴跌的这种连续暴跌的这种剧情 但是呢 它影响大的一个环境了 所以说呢 中期来讲3400点附近 就这个位置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的一个趋势线 这个位置最好不要破 只要不要破的话呢 调下来是机会 反弹上去是风险 而当前这个节点呢 下周可能是居然有一个小震荡 就是你的眼界 看了有多远的问题了 好 那么像创业版纸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咱们简单的一笔带过吧 创业版纸 好 那么像创业版纸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对应了我们来看 那么呢 今天像 昨天 前面的话 也是属然这样的一个强 顶分 出现破五军 破五军过中呢 今天是一个强反包 量能也放大了 然后的话呢 这也是今天 今天呢 修复 就是个股 普遍存在修复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样的 像这样的一个修复过中呢 还是要观察前面这个高点 就是在这一天的高点 突不突破 突破的话呢 它还是 远先的这样的一个一笔上的延续 一笔上的延续的话 就像这样的一个顶分 想想没有形成一笔 没有形成一笔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那么观察的基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用更大的一个视角 反常只要不突破前面高点 它对应的就属于 大级别的 日线级别的二类卖点 因为从1184这个位置呢 这是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这是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那么这个基点的话呢 和前面 是有背驰的 这是3576呢 可以把它站起 把它作为趋势背驰 日线趋势背驰的一类卖点 一类卖点回落 回落的话呢 这个位置如果向上 它是更大的维度的一个卖点而已 好 就是从在这个结构之下 好 那么如果这是一个视角 就说呢 向上 这也是为什么说 它的持续性 整体来讲 依然不是 特别的这种乐观的因素 它的结构而言 这个量能跟这前面相比 来讲 还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即便向上的话呢 只要说前高不突破 它就属于 二类卖点 日线级别的二类卖点 那么如果说突破了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和它对比 它也是属于了新的 一卖 日线级别的新的一类卖点 大概会呈现周线级别顶背驰的延续 好 这是 对于创业版纸的一个态度 那么从板块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 咱们在 周日或者是下周的时间也会重点进行跟踪 也就是呢 大家可以呢 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如果说行情强应该注意什么方向 如果行情弱应该注意什么方向 那么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行情强的话呢 它必然要有主流热点出现 有持续性的主流热点出现 那么呢 主要的精力 主要的精力 聚焦在主流热点上 这样才能够赚钱 才能赚更快的 高效率赚钱 如果行情 行情偏弱的话呢 是不是说就没有机会了呢 如果说后面 下周阵阵阵之后 后面行情弱了 像列车像20 虽然说呢 它不至于说像二零零二零 一八年这样 凶产啊 如果说属于这样的一个震荡下的一个走法 那么 用什么是一 仓位管理始终放在首要位置 就是不要重仓去搞清仓一点 这是一个 策略层面的 第二的话呢 从这购物层面的尽可能挖掘一些 调整非常之充分 业绩呢 又非常有提振 然后的话呢 有这样的一个 或者行业龙头 或者是分支龙头 那么呢 可以以年为单位 或者是以更长的一个视角去 把握 把握什么呢 第一原则在144年均线上方 第二原则的话呢 只要不够144年均线 可以呢 用这种什么视角呢 小仓位 反复降成本 反复降成本 一边降成本 一边 一边什么 一边 去增加 就是用有限的资金 降成本 增加股数 降成本 增加股数 就是呢 以 它的一个核心要决是稳 以及呢 推势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有业绩 行业有未来 而且呢 调整非常充分 即便短轴期来讲 没有那么强的爆发力 只要是呢 长久 以半年 以年为单位的一个视角 不断的降成本 你只要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耐心 最终的话呢 下一轮行情一旦启动 或者是板块的轮动 或者是真正的行情的启动 那么的话呢 而你的成本足够低 能够把成本 降到最后降到零以下 那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在 待到花开时 你必然是笑得最美的那一个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只是为一个主观的一个思考 结合呢 技术层面的一个表达 当然后面走势的话 咱们再不断的去 根据实际走势呢 不断的去 立足于当下进行分析 进行推演 然后进行交正 大家呢 不要停了之后呢 一下子变得无限悲观起来 一下子变得什么呢 又无限乐观起来 我觉得都没有意义 而且呢 而且呢 主观视角它呢 它是需要用市场走势来去交正的 好 好 再见